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荒野求生 十位参赛选手被送到北极全荒野 谁能生存到最后就能得到50万美金 没有剧本也没有摄像师 只有节目组提供的十种工具 他们不仅要忍受孤独和极端气候 还要时刻提防灰熊、狼欢、驼鹿的袭击 参赛者内森是个没有农场的厂主 19岁就开始在荒野中积累生存经验 现在不仅懂木匠会设计还是生物学家 参赛目标就是赢下奖金建农场 这样女友才能变媳妇 她刚被节目组送到地方 就在一棵云山树上发现了松鼠 内森立刻拉满弓箭朝她射了一发 遗憾的是不仅没有命中目标 箭还卡在了树枝上 不过问题不大 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表演个绝活 只见她挥起斧头三两下就放倒了大树 看完这番操作必须送她一个字 绝 接下来还要表演第二个绝活 钻木取火 内森觉得打火时占用一件物品不太划算 自己曾在潮湿的雨林中工作过很多年 可以在各种恶劣环境下成功生活 于是她做了一把弓钻左右开弓 不知不觉已经撸了半个小时 钻板一直冒烟就是不着火 内森解释说 就这样 她又坚持了半个小时 终于受不了放弃了 内森只好先把睡觉的问题解决掉 她先用小树做出稳固的三脚架 接着在架子上固定一根横梁 最后盖上防水布就搞定了 在永久庇护所建成之前 防下野兽还是有必要的 发行期的驼鹿就会主动攻击 不知道这个瓜棚能不能保住她 晚上 璀璨的极光划过夜空 内森突然被附近的脚步声惊醒 吓得内森赶紧掀开耳帽仔细辨别 万万没想到 陀路真的来找她了 只要换成罗兰 指定会放倒她 内森却关掉摄像机睡觉了 任由50万美金离他而去 第二天早上 内森接着研究工钻取火 今天他从附近找了两种新型木材 他说这种干柴 更适合钻木取火 结果又是几个小时的摩擦 火还是没能升起来 就在这时画面突然消失了 等画面回来时 火已经升了起来 内森解释说 一不小心内存卡录满了 非常遗憾 过程没能记录下来 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不 接下来这位选手叫做尼基 他是一名生存向导兼渔渔民 不仅有着20年的原始生活经验 还和朋友在岛上生活过一年半 两人从中体验到了生存的真谛 尼基猎杀过两头熊和一只美洲狮 参加荒野独居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 如果能撑到最后赢下50万美金就更好了 他被节目组送到地方后 首先要寻找合适的扎营地点 抱着60斤重的拍摄器材走了很久 总算找到一处平坦地势 接下来需要尽快熟悉这片区域 因为这里的一切即将被大雪覆盖 幸运的是 没走多远就发现了牛肝菌 可惜这些食物已经被老鼠玷污了 上面留下了很多齿痕和老鼠屎 直接食用很有可能会生病 尼基只好把污染的部位切掉 毕竟食物才是荒野生存的根基 就在他认真采蘑菇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嘀吼 尼基立刻起身查看 原来有只山猫正在寒情默默地望着他 可能是觉得尼基不太容易得手 山猫看了两眼转身离开了 尼基表示很遗憾 如果山猫不是保护动物 绝对让他变成自己的一道菜 好在有山猫的地方肯定有血兔 那可是他们两个都爱吃的食物 尼基本想跟着山猫到处转转 结果跟了没多远就跟丢了 残赛者蒂姆是名职业猎人 55岁的他认为 以他多年的阅历和经验 在这种挑战赛中更容易获胜 你还别说 这老哥的确是有备而来 残赛前花了很长时间增重储备脂肪 第二天就开始到处寻找大型动物 获胜的关键点全都被他领悟了 结果找了一拳果然有发现 地面上的脚印和兽镜 证明这附近肯定有驼鹿黑熊出没 蒂姆当即决定做一道围墙阻挡他们 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发动攻击 没想到蒂姆刚把围墙做出来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看蒂姆的表情配上BGM 感觉铁鞋战士都要蹦出来了 残赛者巴里是名自卫教练 出生在一个捕猎世家 自由系的组上技术真传 再加上小时候经常挨饿受冻 他深信 流淌在血液中的生存技能 要比那些赛前刻意训练的选手强很多 这种挑战对他来说 就是量身定制送钱的 巴里被送到地方后 刚发表几句感言 空中突然传来直升机的声音 这情况直接给巴里整蒙圈了 挑战者才刚开始 就要把自己接回去了吗 原来是他的帽子落在了飞机上 节目组回来是给他送帽子的 不得不说 节目组是真的贴心 更贴心的是 他的营地附近有只松鼠 这种送上门的食物 巴里怎能放过 这是一种套锁陷阱 经常用来捕捉小型动物 当动物想要穿过套锁时 中间那段铁丝就会挂到它 挣扎过程中 套锁会越缩越紧 陷阱做好 巴里把他靠在了树上 正当他准备做第二套陷阱时 居然发现松鼠就在眼前 看情况松鼠应该是被爆头了 弓箭硬是用出了巴雷特的感觉 生存挑战来到第四天 内森昨天在湖里布置了鱼王 今天准备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收获 看到他拿起棍子那一刻 我就知道这货肯定是中鱼了 只是没想到这条鱼竟然这么大 内森二话不说 直接物理逃动 这样的开局让他瞬间起飞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一直这么好跃 蒂姆这边就有点惨 他已经四天没有吃东西了 为了狩猎大型动物一直在奔波 今天他在营地附近找到一处沼泽地 地上到处都是动物留下的脚印 是蒂姆心中最佳的狩猎地点 他决定先回营地休整一晚 等第二天早上过来狩猎 途中蒂姆竟然捡到一个野生铁锹 规则允许参赛者使用任何捡到的物品 不得不说 这个地方真是一块宝地 蒂姆心里那叫一个高兴 可就在这时 这下可把蒂姆给摔坏了 一番挣扎过后 他只能选择弃赛 经过医疗小组检查后 确定是骨折了 蒂姆顺利成为本季第一位淘汰者 可惜他的策略和脂肪用不上了 希望他的身体能早日康复 挑战进行到第五天 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 不到半小时地面就被覆盖 内森只好冒着风雪完善庇护所 巴里本想外出狩猎 结果待了15分钟 差点把手动将 尼姬和他一样 本想到湖边钓鱼 最终也被风雪圈退 雷应该是本季最先钓到大鱼的人 先不讨论他的仿生儿做的如何 看他这气质就像个路鸦大神 关键是他把海鸥的钓位给抢了 海鸥可是能看清水底是否有鱼的 参赛者雷是一名搜救犬训导员 14岁就开始使用弓箭狩猎 对猎物的习性甚是了解 并且擅长制作各种类型的陷阱 所以他觉得凭借自己这身本领 可以让他在挑战赛中生存的更久 如果能坚持到最后赢下50万美金 就能带上妻儿远离城市 过上更好的生活 今天是他参赛的第六天 一直没有进食的他 迫切需要一条鱼来冲击 他相信一定会有鱼像他一样 鸡不择食 连鱼钩都不放过 没想到还真被他给说中了 几声咆哮过后 鱼被吓死了 雷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把它吃掉 可当他用小刀划开这条红椎鱼时 却发现 鱼泡里面长满了寄生虫 雷必须把它煮得很熟才能吃 否则还有可能会被感染 就这种肉也免不了被挥压寄鱼 于是雷把鱼鳃取下来给了他 也算是交过保护费了 接下来这位挑战学手叫乔丹 被很多人称作中国女婿 曾经和西伯利亚的驱鹿人生活过五年 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很多生存技能 钓鱼 打猎 物质陷阱样样都在行 再加上从小就在农场里长大 习惯了独居版的生活 所以他认为离开妻儿几个月 能够赢下巨额奖金是非常划算的 到时候就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挑战进行到第六天 他的庇护所已经出具规模 闲下之余还做了一个驼鹿催命号 今天他准备去查看陷阱有没有收获 遗憾的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乔丹心里清楚 像他这种比较瘦的人 是很难熬过那些自带脂肪的选手的 所以在寒冬来临前储备足够多的食物 才有可能让他生存下去 检查完陷阱奔向勘察狩猎地点 却发现这个地方都被山火烧秃了 除了营地还是一片绿洲 其他地方全是木炭和焦土 不得不说 这样的开局属实有点难 参赛者唐尼大家应该熟悉 之前的荒野独居野兽片里有处境 他曾服过兵役 也在世界各地生存过 目前经营着一家野外生存学校 对自己的生存能力很是自信 参赛原因是因为他患有心脏病 这种心脏病被他称作寡妇制作者 与其在家里消极等死 他更愿意为了信仰而战斗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六天 唐尼的庇护所马上就完工了 这种熊窝有着很好的保温效果 但是想要抵御北极的风雪和严寒 还需要填充一层苔藓当作保温层 庇护所搞定后 还需要解决食物问题 唐尼准备做一根投掷棒原来狩猎 据说这种投掷棒所产生的力量 足以打断一条鹿腿 不知道唐尼这个威力如何 一番精雕细琢后 总算做了出来 开样子做的还是挺好的 至于效果 还需要测试一下 接下来是本季第二位女性参赛者 米歇尔从小生活在偏远的小山村 打猎 钓鱼 要补都是日常操作 他说除非在挑战中受重伤 否则绝对不会退赛 因为这50万美金对他来说 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 只可惜挑战已经来到第七天 米歇尔连对像样的食物都没吃过 但以为以他的钓技肯定不会缺鱼吃 结果钓了好几天 连鱼鳞都没见过 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破油桶 这绝对是荒野独居中的最佳道具 可以用它做出很多实用工具 不知道你们会做成什么 米歇尔的想法是把它做成浮漂钓鱼 他先卡了一些树枝 给油桶做框架 这样就能防止油桶在水中滚动 接着把手工打磨的钓钩 做成仿生儿 最后绑在油桶四周 就能送他下水了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都已经12点了 他还没起床 可能这样做能减少能量消耗吧 毕竟这几天除了蘑菇 他也没吃过什么 起床后他找来几根树叉 准备做补薯器 放在之前采蘑菇的地方 有可能会吃上薯片 当我看到他的拿刀方式后 似乎猜到了什么 结果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就一刀切在了手上 还好节目组配有紧急医疗箱 尼基赶紧拿出纱布进行止血 我看了一下 伤口还是挺深的 在这种低温的野外环境下 伤口不仅难愈合 还容易发生感染 如果处理不到 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镜头来到唐尼这边 为了迎接北极的寒冬 他每天都会储备一些干柴 由于这几天一直钓不到鱼池 所以他决定 带上弓箭外出狩猎 结果走出去没多远 就坐到了地上 直接开启了守株带兔模式 不知道唐尼等了多久 附近突然传来一次声响 他立即拿着弓箭冲了上去 唐尼拉满弓箭朝灌木丛射去 看他的表情应该是命中目标了 饿了七天的唐尼 终于裂到了食物 简单处理过后 射手就被做成了烧烤 没有孜然 更没有十三香 因为饥饿就是最好的调料 这点肉虽然只够唐尼撕牙缝 但对他来说 却是赢下三百万的希望 吃饱喝足 干活都显得很有力气 但是两个小时后就出问题了 唐尼只好关掉摄像机 先去解决一下 完事他意识到事情有点严重 烤肉里面可能还有寄生虫 这会引起利己和肠痙磷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他手上的伤口已经有所好转 换上新的创可贴 还得继续干活 虽然一只手砍树不是很方便 但是为了生存 他不能停下来 挑战进行到第八天凌晨 唐尼体内的真气排山倒海 已经拉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不仅肚子里没了东西 就连全身的体液也被消耗殆尽 好不容易撑到了第二天早上 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还愈发严重 一阵干呕过后 他的胸口开始作痛 这应该是脱水导致血液变稠 诱发了唐尼的心脏病 看他难受的样子 我好想劝他多喝热水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唐尼最终崩溃 撑不下去了 说完唐尼拨通电话气赛了 虽然他没能坚持到最后 但只要拼尽全力去做了 在孩子眼里 他就是最棒的 挑战才进行到第八天 十位参赛选手只剩下八位 分别是砍树取见的内森 一箭抱头小松鼠的巴黎 企图勾引驼路的乔丹 做陷阱割到手的尼基 有桶做浮漂的米歇尔 路亚钓到大鱼的雷 为了赢下50万美金 沃尼亚对着大树狂舔起来 因为化树枝含有多种营养物质 极可难耐的情况下 可解燃眉之急 今天是他参加荒野独居的第九天 他的庇护所还需要加固生级 否则北极的寒冬到来之后 沃尼亚将很难生存下去 作为本季第三位女性参赛者 她的野外生存经验也很丰富 不仅熟悉各种可食用野生植物 钓鱼 打猎 布置陷阱也不在话下 猎物在她手里 既是美食还能做衣服 参加荒野独居是想证明 小女人也可以很凶猛很强悍 目前北极的白天只有几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庇护所内度过 所以她在安全和保暖这块格外用心 不仅对树干做了去皮处理防止着火 还在外层铺了一层松枝隔离雨雪 最后再给庇护所定制一个小门 一个精致的小屋就算完工了 接下来就可以专心采集和狩猎 参赛者乔丹就很离谱 她应该是目前最富有的选手 上级还在抱怨她的营地资源匮乏 结果陷阱设置两天就迎来了大丰收 不仅捉到了四只肥瘦的兔子 处理食材时还有意外收获 那画面感觉好财人 不仅抢了兔宝宝的粮食 还把他们做成了美味兔头 玩事还不忘来一波凡尔赛 这小日子过的那叫一个舒坦 乔丹都想把妻儿接过来生活了 挑战进行到第十天 内森说他做了一夜美梦 梦见鱼网捉到一头又黑又大的公牛 他认为是在预示今天的鱼网有收获 于是迫不及待的来到湖边查看 没想到真的捉到一条大肥鱼 个头和上次那条差不多大 内森赶紧把它拉了出来 发现这条雌鱼的肚子很大 看样子里面肯定有不少鱼子 凭借着多年的鱼业经验和贤熟手法 一会儿功夫就把鱼子全部挤了出来 这可是荒野生存中的高档食材 生鱼子就这样被他吃了下去 不得不说 本季的选手都很勇猛 为了赢下50万美金也都豁出去了 大型鱼子可以挂在鱼沟上钓鱼 剩余部分带回营地炖汤烤肉 可谓是人尽其财物尽其用 但是生吃鱼子的风险很快就来了 那层回到庇护所就出现了头晕乏力 本该大口吃肉大口喝汤的他 现在只想躺下去睡一觉 几个小时过后 体内的真气开始翻江倒海 内森忍不住来到屋外狂呕起来 一番搜长瓜度过后 感觉身体被掏空 血丝都被他吐了出来 他意识到鱼子可能不太新鲜 趁还有点力气赶紧回庇护所躺下 上一个被寄生虫感染的已经被抬走了 难道说内森也将布他的后尘吗 镜头来到雷这边 钓鱼无后后只能吃浆果虫鸡 然而这点食物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邻居松鼠身上 考虑到松鼠有着灵活的走位 雷准备做一个剪刀式陷阱 虽然他和松鼠相处这些天 已经把他当成了伙伴 但是为了填饱肚子赢下50万美金 雷认为紧急避险把他吃掉也不为过 一切准备就绪后 雷布置好陷阱坐等兄弟上钩 挑战进行到第11天 之前一件暴头松鼠的巴黎 不好好升级加固他的庇护所 却在一本正经教女孩子格斗技巧 今天他准备探索新的区域寻找猎物 没想到刚离开营地就有了新发现 看他的表情我还以为是头驼鹿 结果却是几个破罐子 如获珍宝的巴黎全都捡了回去 他准备把这些罐子做成鱼形亮片 完事在上面系上鱼钩就能路压掉了 一番敲打过后亮片做了出来 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 巴黎立即来到湖边检验他的成果 已经九天没吃上动物蛋白的他满怀希望 没想到他的运气出奇的好 很快就有鱼上钩了 眼看好几天的食物即将到手 却没料到子线被切还丢了鱼钩 巴黎的心态瞬间就炸上了爆米花 接下来是本季最后一名选手布雷迪 他曾是美国特种训练学员的教官 精通生存 躲避 抵抗和逃跑 专门负责训练新学员 妥妥的职业玩家 他的参赛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赢下奖金 改善生活 这些天他的庇护所已经搭建完成 目前他的精力主要放在食物获取上 采集完僵果他来到丛林寻找猎物 没想到居然有了意外收获 这是一头射牛的海骨 虽然肉已经被狼群啃食干净 但是骨头的利用价值还是很高的 特别是这个射牛头骨 挂在庇护所做图腾 绝对霸气 剩下的骨头还能做些骨质工具 布雷迪先剪下一段布料 接着找来一根射牛骨 最后拿出一卷铁丝 就开始鼓道起来 由于他没有带弓箭 所以很难猎到大型动物 食物来源只能靠钓鱼和陷阱 一番忙碌过后 各种路亚仿胜儿都被做了出来 布雷迪赶紧来到湖边检验成果 没想到才钓了一会儿就有鱼上钩了 这条鱼至少过得吃好几天 不得不说 这地方的资源是真的好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13天 雷可能是一直钓不到鱼 就一心想把邻居松鼠给吃了 今天他带着弓箭过来检查陷阱 发现机关虽然被触发 但是卡住了 正当他懊悔不已时 松鼠兄弟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雷毫不留情一箭送走了他 转眼松鼠就被炖上了 吃到嘴里那一刻 雷安慰他说 完事还不忘分享给大家 吃完松鼠过了没多久 可能是感受到了松鼠的心情 雷突然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竟然对着镜头痛哭了起来 或许这就是鳄鱼的眼泪吧 内森自从吃了生鱼籽 除了呕吐都没出过庇护所 本以为他将是下一个退赛的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撑了过来 镜头来到米歇尔这边 前两天不是做了浮漂钓鱼吗 不知道他拉起来看了多少次 遗憾的是到现在倒没有收获 这让吃素12天的他很是郁闷 无奈 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陷阱上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他很是兴奋 直接开启了沉浸式荒野生存 说完就回到庇护所开始干饭 吃饱喝足 他开始感叹自己的不幸 结果情到深处时 庇护所竟然着火了 大佬的想法果然是与众不同 其他选手都吃野菜和浆果充饥 乔丹却在嫌弃 兔肉脂肪太少不好吃 昨天夜里有陀路造访营地 于是乔丹便有了吃他的主意 他带上弓箭来到营地附近巡视 果然在一处泥潭发现了陀路足迹 而且距离他的庇护所只有几十米 想到50万美金离自己这么近 乔丹的嘴角露出一丝得意 为了迎接下一次相遇 他决定在附近设下预警装置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14天 目前还剩下8位挑战选手 米歇尔昨晚由于吃鸡太过兴奋 结果壁炉上的苔藓都被点燃了 好在目前还处在挑战初期 伙食也及时得到了控制 吃衣欠掌一掷 为了避免后期再次失火 他砍了一些新树干重新搭建 玩事再用黏土填缝 既保暖又安全 就可惜他捡的那个油桶了 混作是我就把油桶做成壁炉 既能保证用火安全 还能当做烤炉用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之前他做了几个补薯器 今天一大早就过来查看收获 第一个没有被触发 第二个看样子应该是有货 尼基满怀期待掀开石板一看 下面果然躺着一只杰瑞 小家伙虽然被压成了薯片 但是尼基依旧满心欢喜 心存感激 毕竟这是他半个月以来首次开婚 尼基迫不及待把他做成了烤串 玩事再搞一把蓝莓当做配菜 一口咬下去 感觉很nice 嗯 蓝莓味嘎嘣脆 这点食物显然无法满足他的胃口 于是他带着弓箭又来寻山了 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很快就发现一只大松鼠 尼基拉满弓箭朝他射了过去 不得不说 本季的松鼠好可怜 参赛选手个个都是满级神射手 可就在尼基满心欢喜返回影帝时 这个幸运的倒霉袋是真的优秀 前几天割手 今天又把腿废了 为了白嫖节目组的创可贴 也是够拼的 尼基赶紧脱下包装处理伤口 我替你们看了下 伤口确实很深 不过贴上创可贴后 又是一条好汉 尼基绝对是本季最佳气费选手 仅凭一人之力就拉满了节目效果 乔丹正在模仿此路发情的叫声 他想用这种方式把驼鹿吸引过来 进展顺利的话 50万美金就到手了 没想到信号刚发出十几分钟 营地附近的预警装置就传来声响 乔丹裤子都没穿 光着脚就冲了出来 蹲在草丛里小心翼翼的观察四周 远处的水潭中果然有一头驼鹿 乔丹小心翼翼的来到陀路附近 拉满弓箭就朝他射了过去 遗憾的是没有命中 由于出来时太着急 只带了一支箭 只能眼睁睁看着陀路离他而去 相信乔丹还会把他勾引过来 挑战进行到第16天 雷又来搞自己的兄弟了 好在松鼠及时闪现才得以保命 想到半个月才吃了一条鱼一只松鼠 雷坐在山头垂头丧气 陷入了沉思 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他开始动手升级加固庇护所 内藏用松枝打底 外藏苔藓填填缝 一个保暖的防空洞就这样建了出来 这房子抵御北极的严寒指定是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一场大雪压垮 搞定庇护所 雷决定去湖边钓鱼 毕竟食物才是他目前最缺的 俗话说的好 钓鱼不打窝 鱼货不会多 于是雷就来了一个人体打窝 你们就说他这波操作秀不秀吧 当时就给我消叉气了 整理好状态 雷再次尝试 这下总算是成功登陆吊台 只不过今天运气熟失有点倒霉 雷解释说目前是鱼的产卵期 他们都在保护鱼卵 根本不愿开口 最终他不得不跪在地上 抠浆果出击 重重打击之下 雷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但想到早九晚五 挣钱养家的生活 他更喜欢自由 喝那50万美金 镜头来到沃尼亚这边 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参赛半个月还没吃过肉食 见他最多的镜头就是烤袜子 不知道是不是闻了味道就不饿了 烤完袜子 他趴在地上开始抠浆果吃 一直吃素的他 对肉有着极度的渴望 于是他拿着弓箭到处寻找猎物 没想到还真找到了好东西 这是驼鹿刚退下的鹿角 别上还有刚被咀嚼过的树枝 种种迹象证明 附近肯定有驼鹿 如果能猎到他 50万美金就到手了 沃尼亚立即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结果驼鹿没找到 却发现一只松鸡 沃尼亚二话不说 直接朝他射了过去 本以为松鸡就这样飞走了 但从肩上的羽毛和血能看出来 这只受伤的松鸡 应该不会跑太远 一番寻找过后 沃尼亚终于找到了他 沃尼亚把他抱进怀里那一刻 顿时就忍不住留下了感动的口水 不容易啊 吃了十几天野菜浆果 今天终于迎来了开婚的日子 想到这儿 沃尼亚忍不住大笑起来 他赶紧把松鸡带回影帝退毛 然后炖了满满一锅鸡汤 吃到嘴里那一刻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十九天 雷这边依旧靠吃浆果冲击 可以看得出 他已经瘦了很多 今天他准备戴上装备继续收敛 结果走了没多远 又开始思考人生 三赛前他觉得 凭借自己的能力 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 但是他现在看不到一丝希望 犹豫再三 雷还是拨通了卫星电话 临别改言没别的 推菜原因就是弄不到吃的 十九天就吃了一条鱼和一只松鼠 雷能撑到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镜头来到乔丹这边 他也尝试去湖边钓鱼了 结果钓了半天 没有任何收获 他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站着 还不如把井里放在陷阱和打猎上 自从上次错失陀路后 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乔丹想了一个新策略对付陀路 他准备做一些栅栏围堵 引导他们到达指定的地点 这样再搞他们就简单了 说完 乔丹拿着斧头开始动工了 过程中还不忘给大家分享砍树技巧 一番忙碌过后 乔丹很快就圈出了一块区域 做好这一切已经到了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 乔丹本想移动陷阱 结果抬头一看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乔丹一箭射向了陀路 乔丹顺着血迹开始追踪 很快就发现了泡沫状血迹 看情况命中部位应该是肺部 接下来只需找到他耗下去就行 费了一番功夫 终于找到了陀路 乔丹死死盯着他 没敢上前补刀 受伤的陀路攻击性很强 贸然上前很有可能遭到反击 陀路肺部受伤六小时后就会死亡 目前最稳妥的方法就是耐心等待 并且不断对他默念咒语 三小时过后 陀路终于受不了了 经过几次奋力挣扎 倒了下去 乔丹小心翼翼的上前查看 看到这里我必须送他两个字 牛 目前来看本集的冠军已成定数 只要后期不浪 保护好食物 50万美金到手那是妥妥的 陀路的处理过程就不给你们看了 乔丹忙到晚上10点多才把肉运回营地 生存挑战来到第20天 布雷迪正在幻想吃陀路的感觉 想着想着就饥饿难耐 只好外出觅食 结果找了一圈 吃的东西没看到 陀路爸爸倒是找到了一些 对于其他选手来说 这绝对是好现象 但是对于布雷迪来说 却是毫无用处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带弓箭的 布雷迪看过前五季内容 他认为这就是一场挨饿比赛 捉到大型猎物的几率就像中彩票 所以他的主要目标就是陷阱和钓鱼 想不到这货的钓鱼水平还挺高 时间不长就钓上一条大鱼 布雷迪那叫一个嘚瑟 这鱼虽然比不上乔丹的驼鹿 但是一直这样还是可以和他硬钢的 回到营地 布雷迪又开始炫富 乔丹应该是目前最富有的选手 其他选手还在吃野菜浆果时 他却在发愁如何储存鹿肉 营地附近的树上已经挂满了肉 食物储存架也做了出来 但是这八百斤肉依旧无处安放 当地的气温也起不到冷藏效果 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成熏肉 只不过睡在这样的庇护所里 难免会被其他猎食者惦记 晚上十点多 乔丹还是不太放心 他找来一些松枝 把肉盖好 熊瞎子能嗅到三十公里外的肉味 睡觉时只能保持半睡半醒状态了 镜头来到巴黎这边 这家伙可能是被饿疯了 一直吃蓝莓的他吃出了蓝牙 丧尸求生的气质也被逼了出来 前几天好不容易钓到一条鱼 结果盗嘴的肥肉还给跑了 不过他的心态依旧乐观 今天他准备接着钓鱼 过程中巴黎说 还好选手们相隔甚远 巴黎才能坐到空手而归 却依旧满怀希望 晚上睡到半夜 巴黎的惨叫声跌宕起伏 撕心裂肺的痛苦像是在分娩 就这样持续了十几分钟才停下来 原因竟是营养不良 导致小腿抽筋了 巴黎凭借顽强的一里撑到了天亮 早上起来赶紧烧开水补充体力 他意识到身体已经发出警告 准备用这根棒子获取食物 不过在这之前 必须弹奏一曲鼓舞士气 顺便给自己灌输点心灵鸡汤 挑战进行到第二十二天 那次那营地被一场大雪覆盖 四处透风的庇护所里飘满了雪花 今天他准备花点时间好好修缮一下 可他刚走出庇护所就改变了计划 雪地上到处都是狼欢的脚印 内森参赛这么多天 第一次发现比松鼠和兔子大的猎物 所以他不愿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内森寻着足迹走了大概八公里 狼欢还没找到 天空却飘起了雪花 地面上的脚印很快就被覆盖 内森这才发现自己有点憨 这种情况他得尽快返回营地 否则迷失在风雪中他将彻底凉凉 回到营地时内森已经泪滩了 不仅浪费了好几天的能量 庇护所也没有搞好 屋外的大雪越下越大 生存环境也越来越艰难 学生们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 乔丹正在吃炭烤鹿肉 求生挑战在他这里变成了度假 只要鹿肉不变质没有挥胸抢食 拿下本季冠军指定是没什么问题 沃尼亚这边可就惨了 二十多天一直吃草虫鸡 他很期待陷阱能够有所收获 没想到还真的有想不开的兔子 沃尼亚兴奋得语无伦次 上前就是一顿半仙 说完就找来一块案板 着手处理这美味的食材 完事他还趁机绣起了手工 沃尼亚先把皮毛剪成竖条状 接着把长条绑在竖上拧成麻花 一条长长的皮绒绳就做了出来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今天是他四十五岁的生日 没想到会在北极荒野度过 他点燃几根石松并许下冤枉 完事他走出庇护所去检查陷阱 餐餐二十多天 除了捉到一只老鼠 还没吃过其他像样的食物 他很期待今天的陷阱有所收获 遗憾的是 看了好几个都没有收获 本意不报希望的他 突然眼前一亮 最后一个陷阱竟然捉到一只活兔子 满心欢喜的尼基把他抱在怀里 感动的泪水从嘴角流了出来 尼基这就吃上了大餐 首先是餐前甜点 蓝莓会兔心 可谓是荤素搭配人间美味 锅盖被他舔得瑟瑟发抖 那感觉太满足了 接下来的正餐是烤兔腿 45岁的庆生宴算是圆满成功 吃完大餐 尼基本想好好睡一觉 睡到半夜 突然被屋外的嘶吼声惊醒 可能是脱肉太香引来了不速之客 尼基小心翼翼探出身子查看 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 熬过漫漫长夜 尼基来到屋外查看 果然在雪地上发现了脚印 看起来应该是狼欢或者是山猫 今天是巴黎荒野独居地28天 来到营地附近查看陷阱收获时 发现一只倒霉兔已经罚战许久 极可难耐的巴黎把他带回营地 迫不及待扒掉了兔子的毛衣 转眼就安排上了地锅炖肉 焦急且漫长的等待过后 巴黎一口吞下兔腰子 那感觉 有了这顿兔肉大餐 巴黎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晚上睡觉也不担心小腿抽筋了 正当他分享接下来的计划时 画面突然就静止了 仔细听 外面有动静传来 听起来像是黑熊在觅食 一直在巴黎周围乱翻乱挠 巴黎赶紧朝天空发射蛆熊炮 好在这声巨响赶走了黑熊 否则走的人就是巴黎了 惊魂未定的巴黎说 熬过漫长的黑夜 巴黎并没有被熊吓倒 反而蒙上了猎熊的想法 他决定把兔皮埋到石头底下 然后把装有石子的铁罐放上去 黑熊闻到气味就会站在那里刨地 石头上的预警装置只要被触发 巴黎就能趁机发动伏击 镜头来到布雷迪这边 这家伙最近过得很是滋润 除了前几天钓的那条大鱼 还意外捡到一个平底锅 配上一把石木小椅子 吃上一口煎鱼排 那感觉简直太舒服了 或许是吃出了妻子的味道 布雷迪突然就想念起了家人 沃尼亚这边就不一样了 这些天虽然没吃什么东西 但是为了生存更久一直在努力 眼看北极的极寒天气即将来临 沃尼亚准备把木墙改成双重结构 然后在中空部位填充苔藓和晕山枝 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温效果 沃尼亚一直忙到半夜才算完工 天一亮就开始炫耀她的杰作 不得不说 做的是真不错 既美观又保暖 应该是本季最强豪宅了 只要不着火 过冬肯定没问题 挑战进行到第29天 参赛者内森也冻坏了 于是她也添置了石木大床 玩事儿她来到湖边查看鱼网收获 没想到今天又捕到一条大肥鱼 内森兴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每次收网都能收获一条大鱼 如果乔丹没有猎到驼鹿的话 它应该是目前最富有的选手 今天这条白鲑鱼至少三斤多 加上庇护所储存的熏鱼杆 一周内是不会饿肚子的 找这种形式一直发展下去 还是有机会赢下50万美金的 如果分配这些钱内森都想好了 坏想过后吃上几块烤鱼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米歇尔知道了肯定要崩溃 因为她已经七天没有吃过蛋白质了 一大早就来到湖边查看钓鱼服桶 结果寄予厚望的装置不仅没有收获 还解体罢工了 这让自成捕鱼大师的米歇尔情何以堪呢 其实我感觉这地方的资源并不差 只是米歇尔没有善加利用罢了 特别是油桶 作用那么多 他却做了一个最没用的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陷阱上 结果检查过后依旧毫无收获 焦虑的心情加上营养不良 米歇尔出现了头晕目眩 只好一屁股坐在地上 心中的憋屈瞬间上头 哭了起来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这家伙最近没怎么搞事情 就是天冷用手太多出现了菌裂 他煮了一锅松锅茶浸泡手指 里面还有消毒杀菌的成分 有助于手指尽快恢复 洗完手 放一只松鼠进去 营养丰富的晚餐就做了出来 现在的尼基不仅有肉吃 还储备了蘑菇浆果这类素菜 生活也算是蒸蒸日上 越过越好 前期天虽然把自己弄得遍体离伤 但是伤口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正当尼基为此感到庆幸时 想不到新的意外又来了 火势迅速蔓延到了屋顶 尼基奋不顾身跑到屋外抢救 结果徒手掏火棍都被逼了出来 尼基不愧是节目的效果担当 这明明是个残酷的求生节目 结果却让我看出了喜剧效果 先是刀割手 接着是剑出腿 如今还想把自己做成烤肉 就凭尼基这双半熟的手 节目组也不能亏待他 尼基的房子虽然被烧了 但是他的心态依旧保持乐观 毕竟这场生存挑战价值百万 房子修补一下还可以接着挑战 其他选手都会想方设法避免着火 尼基却没有做任何针对性改进 只是把烧焦的树干替换了下 这样真的不会再次着火吗 这要是换成你们 肯定会有石板盖住壁炉 即便树干被烤干也很难着火 镜头来到米歇尔这边 我本以为他想尝试冰掉 结果上来就是一波迷之操作 可能是这段时间确实噩懵了 米歇尔才敢作死喝冷水 参赛30天 他已经瘦了20斤 如果今天还弄不到食物 就真的要回家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他看陷阱时收获一只兔子 给他兴奋的 不知所措语无伦次 30天才抓到一只兔子 属实不易 按照惯例 必须先哭一把才行 否则吃起来不香 也吃不出满面红光 更吃不出他对老公的思念 很久没看到巴黎了 他的捕熊陷阱昨晚被触发了 巴黎说他睡得太死 没听到动静 陷阱附近到处都是狐狸脚印 捕熊计划就这样被搞砸了 巴黎表示非常愤怒 挑战进行到第31天 布莱迪自从吃过监鱼大餐 对家人的思念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食物储存足够解决温饱问题 而且他认为可以弄到更多食物 但是空虚寂寞 让他难以忍受 本想钓鱼打发无聊的时间 结果更加排斥这种生活 甚至萌生了退赛念头 回到庇护所 布雷迪坐立难安 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 辗转难眠 第二天醒来 节目素材都不想拍了 现在只想回家见自己的孩子 最终他拨通了气赛电话 原因很简单 就是太想念家人了 他觉得家人比钱更重要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36天 其他选手还在为食物发愁时 乔丹却在抱怨烤肉太硬 太割牙 于是他研发了天然石木磨牙棒 化身带货主播玩起了推广 这对于其他选手来说 攻击性不大 侮辱性却极强 不知道比赛结束后会不会挨打 嘚瑟过后 乔丹去检查食物储存价 毕竟这些鹿肉 关乎到他的50万美金 结果在营地附近 发现很多动物脚印 通过分析 乔丹判断应该是狼欢 这家伙是超名昭著的营地杀手 必须想办法对付他才行 时间来到了深夜 乔丹很困却不肯入睡 他准备守株带狼欢会回他 不出所料 狼欢果然如约而至 乔丹探出身子 小心翼翼观察后 赤手空拳朝狼欢走了过去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后 乔丹有惊无险回到了庇护所 一人一欢对视后 发现对方有点狠 所以都很默契地选择撒腿就跑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天亮后 乔丹赶紧检查鹿肉 结果好几斤脂肪全被偷了 这就相当于被掐了命脉 吃再多肉也很难抵御严寒 乔丹怒了 虽然狼欢的爪子又长又锋利 攻击和咬合力比狼还厉害 但是他惹了不该惹的人 后果很严重 看来只能用身体偿还了 乔丹在营地设置了预警装置 等到狼欢再来时就是他的死期 巴黎这边应该是走了桃花运 三更半夜被一群狐狸骚扰 巴黎躺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却拿他们没有办法 第二天早上 巴黎赶紧喝点冰水压压惊 由于陷阱总是被狐狸打劫 饥饿难耐的他只能去湖边钓鱼 前两天刚做了一个路亚亮片 正好可以试试效果 想不到他的运气超好 钓了没多久就有鱼上钩了 这应该是巴黎钓过最大的鱼 想要直接飞上来有点困难 于是他决定用树叉炒鱼 结果 巴黎的心态瞬间就炸成了爆米花 想要生存下去赢得50万美金 这条大鱼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一周的食物就这样跑了 巴黎差点被气哭 回到营地 他赶紧做了一个超网 成品看起来还是挺高级的 接下来还需要验证一下上手效果 据我观察 巴黎这个钓位是真的好 虽然风险系数很高 但是资源肯定不少 想不到话音刚落就钓到了大鱼 巴黎一手遛鱼一手拿起超网 成功把鱼捞了上来 一周的食物顺利到手 看来本季的鱼王有着落了 镜头来到乔丹这边 为了除掉偷他鹿肉的狼欢 乔丹一直等他到深夜 眼看都要睡着了 屋外突然传来罐子撞击的声响 乔丹立刻带上弓箭出去查看 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狼欢 乔丹二话不说 直接拉弓射箭 好家伙 直接把狼欢钉在了地上 乔丹赶紧回头拿上斧头前去补刀 几声惨叫过后 远处传来了得业款小声 等乔丹把镜头给到狼欢时 可怜的小家伙已经四脚朝天 嗝屁了 虽然不能弥补被偷的脂肪 但乔丹也只能勉强接受 第二天一早 乔丹就开始处理狼欢 那场面实在太惊松 我怕吓到你们就不放出来了 为了防止食物被其他动物偷吃 乔丹打算做一个高空食物储存架 他利用几棵大树做现成的支架 然后在合适的高度将其截断 为了防止其他动物爬上去 乔丹特意把树皮刮干净 最后在顶部搭好平台 架子就做了出来 完事儿乔丹又做了一个梯子 把狼欢和鹿肉全都放了上去 这下狼欢再也不用冒险偷吃了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前几天不是把庇护所烧了吗 为了修复房子消耗了很多能量 于是炖了一锅兔肉犒劳自己 尼基吃的那叫一个香 几随都被他当意大利面吃了 吃过早餐 他带上弓箭外出狩猎 途中 在雪地上发现了很多松鼠的脚印 尼基沿着痕迹很快就找到了他 二话不说 直接朝他射了一箭 前几天刚烧过庇护所 今天又被松鼠咬了 为了避免伤口出现感染 尼基赶紧回到庇护所处理 虽然他承包了节目的所有笑点 但是我还是替他感到一丝担心 毕竟创格贴也有用完的时候 镜头来到米歇尔这边 他拿着牙刷再用木炭刷牙 洗漱完毕 米歇尔起身去查看陷阱 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蛋白质了 非常期待能收获一只兔子 结果检查陷阱是发现 地面上到处都是兔子脚印 陷阱却什么都没抓到 留意到附近的狐狸脚印 他怀疑兔子可能被他截胡了 想不到这个猜测很快就被证实 狐狸当场把兔子吃得一干二净 只给米歇尔留了一撮兔毛 米歇尔气得差点吐血 他表示 第二天再次查看陷阱时 发现狐狸不仅偷兔子 他把陷阱给顺走了 昨天的豪言壮语瞬间被打脸 没办法 谁让狐狸是保护动物呢 受到影响呢 还有沃尼亚 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蛋白质了 所以他也很期待陷阱能够有所收获 结果当他查看陷阱时 发现绳子已经被狐狸咬断了 看情况兔子也被狐狸截胡了 沃尼亚不愿坐以待毙 回到庇护所一边熏烤头发 一边思考如何对付那些狐狸 他想到普通陷阱容易被狐狸打劫 于是他决定做一些塔利陷阱 这种结构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高度确定好之后 沃尼亚开始设置地面装置 过程虽然耗时 但是效果应该不错 最起码这样好过无奈的米歇尔 想不到乔丹大神竟然翻车了 他虽然搞了一头800斤重的驼鹿 但是每100克鹿肉 只有不到1克的脂肪 吃了一个月的肉 体重反而瘦了20多斤 照这样下去 别说赢下50万美金 能不能生存到最后都是问题 因为节目组会定期给参赛者体检 如果健康指数不达标 就会被强行劝退 所以他决定对油腻的胡尊鱼下手了 鱼肉中的脂肪可以有效维持体重 乔丹来到湖边开启了路牙钓 旋转亮片搭配专业路牙杆 再配合标准的抛肝姿势 想空军都很难 事实果然如我所料 没过一会儿就有一条大鱼上钩 乔丹立即扔掉鱼杆 开启六鱼模式 不容易啊 大佬总算翻车了 不仅损失一条大鱼 还顺走了精心制作的鱼饵 节目效果瞬间就被带了起来 我怀疑导演是想让他收敛一下 没办法 只能回去吃几斤鹿肉 谢谢粪 深夜 乔丹还在为获取脂肪感到烦恼 明明补到了鹿 可却快要饿死了 希望他不会因此而退赛吧 那可就太令人遗憾了 镜头来到内森这边 他化身托尼老师给自己剪了头发 还别说 他这手艺回家还能多个副业 整理好发型 内森打算去检查刺网 他已经一周没有捉到鱼了 再搞不到食物 怕是有点扛不住 结果来到湖边查看刺网时 有点蒙圈 发现上面还是连根鱼毛都没有 不过湖中心倒是有不少大鱼 可惜内森边长莫及够不着 急火攻心加上饥饿难耐 内森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幸亏他当时往后退了一步 否则掉进湖里就彻底凉凉了 赶紧爬起来 凉凉呛呛回到了营地 把仅存的食物煮成汤补充体力 吃完这一顿明天就要饿肚子 所以今天的刺网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吃过午饭 内森满怀期待再次查看鱼货 以他现在的状态 走在湖边的冰层上 每次收放刺网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幸运的是 这次终于有收获了 内森找到合适的落脚点后 小心翼翼地拉出刺网 原本他已经被饿趴了 想不到刺网又捉到一条大鱼 内森高兴的泪水差点从嘴角流出来 回到庇护所 他立即着手处理鱼肉 这种缩鱼最大可以长到一米八 生性凶猛 被很多人称作海狼 临此前还不忘咬内森一口 这行为数十有点过分 内森当即就把他给宰了 没想到肚子里还有一条小鱼 好家伙 这条鱼还是开盖有奖的 内森直接把小鱼扔进锅里炖上了 当前的温度有多低 看一下尼姬这边就知道了 他本想把吃饭的家伙打磨下 结果一口唾沫下去就成了炒酸奶 看到这里我真怕他伤到自己 好在他起身去查看陷阱了 否则还真不好说 作为节目的效果担当 尼姬的实力还是挺强的 今天的陷阱成功捉到一只兔子 尼姬看到后忍不住哭了起来 嘴里不停地感谢这只兔子 说完就带兔子回家找活了 参赛40多天尼姬也瘦了很多 他认为单靠吃肉营养太过单一 于是他决定把突胃中的食物也吃掉 这样就能补充一些纤维和矿物质 牛憋汤和羊憋汤这些我都见过 想不到还能见识兔憋汤 而且看他吃的还很香 镜头来到巴黎这边 这家伙认为自己已经获胜了 明天例行检查时 媳妇就会来接他 幻想过后 巴黎还是得去检查陷阱 毕竟回家前还是要填饱肚子的 途中 他发现树上有只松鼠 巴黎立即朝他射了一箭 可惜松鼠跑得太快 没有射中 他又射出了第二箭 结果还是没中 巴黎表示反正他已经是冠军了 这点食物不要也罢 第二天医疗检查时 他蒙圈了 没有胜利 更没有老婆 只剩下体检 巴黎的心态彻底崩溃 忍不住哭了起来 他太想念家中那个漂亮媳妇了 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毕竟孤独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米歇尔已经在北极坚持了四十多天 食物匮乏让他感到浑身乏力 本想去查看陷阱弄点吃的 结果刚走出去没多远 就出现了视线模糊 接着就迷失在了雪地之中 迷迷糊糊的他走到湖边 脚下突然一滑 差点掉进水里 米歇尔瞬间清醒赶紧爬了上来 惊魂未定的他回到了营地 一边砍柴一边诉说自己的经历 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患癌去世了 所以他习惯了遇到困难自己扛着 但是这一次他感觉撑不下去了 十四天便秘已经压迫到了盆枪韧带 米歇尔生孩子时已经撕裂了一部分 如果紧生的韧带也被撕裂的话 他就再也无法生宝宝了 反观沃尼亚这边 他的体重没有怎么减少 看来镜头外吃了不少东西 早上起床沃尼亚去查看陷阱 里面竟然有只想不开的上吊鼠 不过这只松鼠已经被冻成了薯条 沃尼亚最想要的虽然是兔子 但是松鼠再小也是块肉嘛 带回到营地后 沃尼亚开心的跳起舞来 修完舞姿接下来打算绣手工 前些天他做了弹弓 刀鞘 小竹篓 今天他把攒下来的兔皮全都拿了出来 准备利用这些兔皮绳做一条围巾 一番忙碌过后围巾就做了出来 这要是给沃尼亚多打几只 披肩和毛毯都能做出来 挑战来到第48天 米歇尔的症状并没有好转 发烧和便秘的痛苦折磨着他 他甚至怀疑自己可能活不过今晚 而这些录像里面会记录着他的遗愿 第二天早上 米歇尔放声大哭起来 他实在是不想退出 可继续待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 万般无奈之下 他拨通了气赛电话 其实他能够坚持到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或许这就是女性骨子里自带的 坚韧不拔的精神吧 这东西对乔丹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之前一直吃肉不是瘦了20多斤吗 于是他决定 从路头上面搜刮一些脂肪 有了脂肪赢下50万美金将止日可待 其他四名选手还在为食物发愁时 乔丹已经在追求营养均衡了 收集到的脂肪被他熬了一锅油 不仅收获一堆香脆可口的小零食 后面钓到大鱼 还能吃上路由煎鱼排 其他选手又是看到了 怕是要崩溃 特别是接下来的荒野时装秀 乔丹世上这款兔皮打造的背心 足以证明他在这里祸害了多少兔子 六亲不认的步伐配合上带劲的BGM 气质这块被他拿捏得十分到位 却不知狼欢已经盯上了他 残赛者尼森这边有点惨 他已经被饿成了皮包骨头 为了缓解北极的孤独寂寞狼 他打算做一个泰迪熊陪伴自己 这些缩草便是最好的填充物 回到营地 他缝了一张兔皮 接着把缩草塞进去 最后再做一个蝴蝶结 假泰迪熊就被做了出来 完事还给他起名叫做瓦皮 想到晚上有瓦皮陪自己入睡 尼森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50天 乔丹自从有了脂肪心情大好 可能是独居久了 口气有所下降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练习护卖 天亮之后 乔丹出来给食物做沉检 结果当他爬上食物储存架后 蒙圈了 乔丹发现 肉上面不仅有很多齿痕 乔丹断定 又来了一只狼欢 看来这些家伙是真的不长记性 上次那个狼欢刚吃完 又来送肉了 为了应对狼欢2号 乔丹是这样做的 接着又把罐子放在最不稳定的地方 当架子被狼欢晃动时 罐子就会掉下来 连接到庇护所上方的罐子就会发出声响 生存挑战硬是被乔丹玩成了塔房游戏 他和狼欢谁才是最终的赢家呢 沃尼亚的荒野豪宅确实有点料 不仅搞了双层加薪的保温墙 还做了一张豪华单人床 为了抵御北极的严寒 床上还铺了松针床垫 接下来只要能获取到食物 还是有机会赢下50万美金的 展示完闺房 沃尼亚出去查看陷阱 途中他坦言 如果还弄不到食物的话 自己很有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遗憾的是 陷阱里空空如也 沃尼亚感到有些沮丧 就在这时 草丛突然窜出一只兔子 沃尼亚立马拉弓射箭 可惜兔子跑得太快 没射到 看来射手发育不是很好 没后期了 不过这证明了 营地附近还有其他兔子 沃尼亚又动身去查看其他陷阱 这次收获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这只大肥兔可把他乐坏了 还有一感说会收获第二只兔子 不得不说 女人的直觉是真的准 另一个陷阱里竟然真的抓到一只 按照惯例 必须先对着他哭一顿 玩事再留下两行感动的口水 静涛来到乔丹这里 今天是他女儿的生日 虽然他很想回家陪伴家人 但想到奖金 他只能在这里继续吃肉 为了缓解孤独 乔丹用画树皮磕了一副纸牌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抠出一副麻将或者象棋 其他几位选手都在想方设法努力生存 他却玩起了蜘蛛纸牌打发时间 结果输了一局 还把心态搞炸了 此刻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他 饱汉子不值恶汉子鸡 挑战进行到52天 为了表示对兔子的感谢 温尼亚把自己打扮成了兔子女巫 玩事还用他们做了一桌兔肉全席 边享受盛夜 边幻想获奖后的日子 他说回家一定要带母亲去旅游 希望他能够梦想成真吧 有同样幻想的还有巴黎 前几天他都已经选好车牌了 想不到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这段时间一直搞不到食物吃 巴黎决定对苔藓下嘴了 这东西虽然还有大量碳水 但是要煮好几次确保熟透 否则苔藓中的酸会引起胃痛 那样的话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巴黎从没想过自己会饿到吃苔藓 这东西一直被他当作厕食使用 如今却只能靠吃它们充饥 没办法 为了50万美金 他得让自己生存下去 煮了四次 巴黎才敢开吃 发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吃 反而被他吃出了蒸菠菜的感觉 一锅苔藓下肚 还给他吃出了宝格 尼基这边也好不到哪去 他已经沦落到了捡松鼠的食物 这个牛肝君是他今天最大的收获 黄野生存50多天还没洗过一次澡 于是他决定用烟熏的方式消消毒 画面我就直接帮大家跳过了 只能说他没把我当外人 第二天早上 尼基迎来了健康体检日 虽然他想极力掩饰身体的虚弱 但是经过检查 他的体重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一 看到医疗人员的表情 我感觉有点不妙 经过商议后 决定让他退赛 但是尼基极为的倔强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于是医护人员向尼基耐心的解释 他现在有多奇怪衰竭的危险 血压 心率出现了异常 必须住院才行 听到这里 尼基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放声大哭起来 说实话 尼基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牛了 现在他必须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尼基离开后还剩下四位参赛者 下一个退出的会是谁呢 灵冬将至 大雪纷飞 北极的气温断崖式下跌 内森的火堆却在这时熄灭了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带打火石的 只好用钻木取火的方法重新生火 结果从早忙到晚也没能生起火 屋外的温度降到了零下八度 晚上如果没有火堆取暖 屁股怕是要被冻掉 紧急关头 内森终于想到 前几天得到的一块血松木板 这种材料用来生火再适合不过了 经过一番努力 总算把火生了起来 镜头来到巴黎这边 昨晚他被冻得瑟瑟发抖 即便是穿衣服睡觉 也还是很冷 起床后 巴黎赶紧起身烧水取暖 可当他来到湖边打水时 发现情况不妙 外面风声大作 湖面已是冰封万里 再看看他赖已生存的姜果田 也已经被大雪彻底掩埋 本季的生存难度再次升级 巴黎本想用石头砸开冰面取水 结果一石头砸下去 冰面纹丝未动 无奈 巴黎只能选择最下侧 化雪取水 目前为止 这场挑战已经劝退六人 北极的寒冬有多恶劣 看乔丹这表情就知道了 只是做了一个目缩的时间 脸上的胡子就被冻成了这样 好的时候给乔丹疼得呲牙咧嘴 或许这就是莫斯科没有眼泪的真相吧 作案目缩 乔丹开始用散绳编织鱼网 这是一个乏味且动手的过程 如果不是为了鱼身上那点脂肪 乔丹绝对不会站在外面瑟瑟发抖 现存的鹿肉和狼环能让他吃到过年 一番忙碌过后 刺网终于做了出来 最后挂上一些配种和鹿肉鱼饵 北极东部正式开始了 安全期间 乔丹特意做了一副滑雪板 这东西能够有效分散体重 防止坠入湖中 找到合适的下网地点后 乔丹先在冰面上凿出了两个大洞 然后拿出和鱼网长度差不多长的木棍 用一根长绳绑在棍子上 把棍子送进洞里 接着从另一个洞口把长棍捞上来 这样长绳就留在了冰面下 最后把长绳和鱼网绑在一起 将长绳一拉 鱼网就被送进了冰面下 布置完后 他还特意找了一些雪盖在洞上 雪能够减少热传地 防止冰面再次上洞 看到这儿我都怀疑他干过茶干湖东部 不仅冷还骤短夜长 太阳出来五个小时就被冻下了山 没办法 沃尼亚只能摸黑凿冰取水 可能是实在难以忍受如此低的温度 沃尼亚凌晨三点再次加固了庇护所 早上起来 他在屋子周围做了一些陷阱 因为昨晚他听到附近有兔子的声音 完事开始查看之前布置的陷阱 结果找了一圈 不仅没有收获 大部分陷阱还遭到了风雪破坏 更可气的是 兔子窝都被湖里清洗了 意味着想在这个区域搞到兔子已经不现实了 沃尼亚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再这样下去 很快就要被踢出局 急寒交迫的他想到了兔下水 这东西外国人是不吃的 本打算用来钓鱼 现在只能吃这些冲击了 为了防止被大肠杆菌感染 沃尼亚洗了一遍又一遍才算放心 吃到干锅肥肠那一刻 他感觉太香了 镜头来到乔丹这边 他正在感叹逐渐上移的发迹线 营养不良导致他最近不断掉头发 是时候去检查鱼王弄条鱼补充下了 乔丹的鱼王果然没让他失望 继驮鹿狼狂欢之后 终于吃上了鱼肉 不过刚把鱼掏出来 就冻成了鱼长剑 这条鱼至少能提供三四天的脂肪 为了避免回到营地冻成冰棍 乔丹当场把鱼栽好 吃上了生鱼片 照这种情况发展 50万美金是拿定了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65天 巴里正躺在睡袋里做仰卧起坐 他觉得这样做能让自己暖和一点 不过看他这庇护所 显然是徒劳的 宝宝的一层防水布上已经结满冰霜 这就好比睡在一个天然冰箱里 即便生活也没什么作用 这对于巴里的身心挑战都是地狱级别的 但是为了媳妇 他必须硬着头皮挺下去 当前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获取食物 巴里的想法是跟踪兔子的踪迹 然后在兔子必经之处设一个圈套 考虑到传统的弹力装置容易被冻住 无法依靠弹性把猎物抬离地面 巴里决定用杠杆原理代替 首先在绳子的一端绑上石头 另一端绕过树枝卡在触发装置上 一个改良版的弹力陷阱就做了出来 镜头来到内森这边 无面冰封前他把刺网捞了上来 毕竟这是他唯一获取食物的法宝 如果动进冰层估计就要凉凉了 为了抵御北极的严寒 他把烧热的石头放在床底下 跟东北火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要床不会被烧着还是很安逸的 玩事再搞一堆树枝防止寒风 保冷工作算是搞定了 接下来开始解决食物问题 方法还是依靠那张刺网捕鱼 只不过针对东捕做了一定改良 先是调整配重 防止刺网垂直下水 玩事在绳子末端加装木条用来固定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刺日一早开始下网 结果第二天起床差点看不见太阳 昨晚一直闻到有股烧焦的味道 那森赶紧把石头拿出来查看 发现还有几块带着火星的木炭 他不仅没有后怕 反而有点小兴奋 因为他的火堆昨晚再次熄灭了 这下直接省去了钻木取火 保存好火种 那次来到湖面开始下网 相比乔丹 他的下网方式要简单很多 找到合适的地点后 直接开始破冰 直到这条细缝出现在眼前 他才把准备好的鱼网放进去 60多天一直靠吃鱼肉撑到现在 他坚信鱼网很快就能捉到大鱼 却忽略了北极的温度有多低 希望收网石还能拿得出来 挑战到了第69天 欧尼亚取下了屋外的晾衣绳 毕竟这种天气 只能把衣服动成冰棍 完事他例行检查今天的陷阱收获 最近他的体重平均每天下降一斤 如果搞不到吃的就撑不下去了 结果第一个陷阱里毛都没有 但是第二个就有了小惊喜 欧尼亚总算看到了希望 这薯条可比吐下水好吃多了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欧尼亚还没来得及高兴 居然又来一只 这一运气简直无敌了 三只松鼠都能凑出来 我严重怀疑他在打广告 巴黎这边可就惨了 他的陷阱不仅毫无收获 现在就连喝水都成了大问题 湖面冰封之后 化学取水太费劲 发现岛的另一边有地方没有上洞 他决定冒险穿过冰层去打水 为此巴黎还做了一副滑雪板 24小时没喝水的他都快脱水了 不知走了多久 他终于来到了湖边 直接盛了一锅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巴黎越想越委屈 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 今天是巴黎的安全体检日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恶蒙圈了 经过节目组一系列检查和询问 70天的时间里 他整整瘦了70多斤 整个人瘦骨临寻 情况十分糟糕 一旦身体上的脂肪消耗殆尽 很有可能会出现心脏衰竭而亡 如果继续撑下去 处境将会很危险 不于健康着想 节目组决定让他退赛 巴黎听到这个消息 瞬间崩溃 死活都不愿退出 经过节目组的劝说 才算释怀 最后我只想告诉他 你已经很厉害了 上下这三位大佬已经撑到了70天 究竟谁能坚持到最后 赢下50万美金 答案即将揭晓 北极的当前气温是零下21度 皮肤暴露在外30分钟就会冻伤 内森的东部计划终于到了收网时刻 昨天下网时破开的洞口 已经再次冰封 他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 一点点把冰凿砍 辛苦半天 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却没想到刺网上面 连根鱼毛都没有 饥寒交迫加上失望 让他有些焦躁 破冰时还割断了刺网上的绳子 看情况应该是彻底报废了 内森的心态瞬间炸成了爆米花 回到营地 我以为他饿得要吃皮带了 结果只是给皮带增加第七个孔位 70天的时间 他的体重掉了26% 现在唯一的捕食工具也没了 他的处境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不知道内森为了奖金还能坚持多久 乔丹这里来了一位小客人 一只雪雕正在明目张胆偷他的兔皮 可能是规则不允许伤害兔子的天敌 乔丹只能目送这位小可爱离开 第二天一早 乔丹打算取块鹿肉做早餐 他塌炎 虽然有吃不完的蛋白质 但是脂肪缺失 导致他的体重不断下降 到时候体检不合格的话 一样会被淘汰 来到食物储存架边上 乔丹傻眼了 昨天取完食物 竟然忘了把梯子移走 低头看到地面上 到处都是狼欢的脚印 乔丹表示 又要展示大型翻车现场了 好不容易捉条大鱼弄点脂肪 这下好了 狼欢的日子反倒过得越来越滋润 给敲单气的 直接把大鱼丢到了地上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缺脂肪 还是缺难度 镜头来到沃尼亚这边 前两天不是抓了三只松鼠吗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一直不敢吃太多 于是他就开始幻想吃 黄油饼干的感觉 想着想着竟然把自己给整兴奋了 不得不说 他的心态是真的好 生存条件越来越苛刻 沃尼亚感觉已经在消耗肌肉了 因为身体长期处在饥饿寒冷状态下 就会把肌肉转化成葡萄糖来获取能量 沃尼亚很清楚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他打算到湖面上尝试冰钓 如果能破开冰层钓一条大鱼 赢下50万美金还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沃尼亚没有斧头 只有一把折叠锯 靠这东西想要破开北极的冰层 属实有困难 果然 即便他卯足了一起砸向冰层 看上去也只是在给冰层刮杀 为了获取食物生存下去 沃尼亚只能满怀希望不停尝试 可惜天都要黑了 也没能凿出冰冻 没办法 接下来只能靠陷阱获取食物了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72天 乔丹再次来到湖面查看刺网 遗憾的是 这次没有任何收获 于是乔丹也准备尝试下冰钓效果 过程中 还用手电筒的光照吸引鱼群 结果趴在洞口折腾了半天也没口 无奈 只好回去接着吃鹿肉 镜头来到内森这边 刺网报废之后他只能尝试冰掉 可他刚破开冰层 衣服就冻成了冰棍 回到庇护所 他打算吃掉最后一块熏鱼 因为他坚信 明天一定可以钓到大鱼吃 煮着鱼汤 内森想起了祖父和女友 每当自己感到孤独无助的时候 祖父的鼓励总是在耳边回响 可能是这股力量太过强大 庇护所也忍不住燃起了熊熊烈火 眼看伙势越来越大 已经无法控制 内森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化为灰烬 没办法 内森只能拨打气赛电话 红化过程中 屋内的蛆熊炮还烤炸了 临走前算是看了一场价值50万的烟花 由于节目组天亮后才能开飞机过来 今晚他只能蹲在大型篝火旁过夜 当前的气温达到了零下18度 距离天亮还有至少7小时 熬过漫漫长夜 终于迎来了光明 这时才发现 他的脸都被熏成了黑炭 顿时觉得 内森作为退赛选手太惨了 虽然没能撑到最后赢下50万美金 但仅凭一张渔网坚持到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来看看涡尼亚这边 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只好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什么松鼠尾巴 铺子前脚和一堆骨头 虽然这锅大乱炖起不到太大作用 最起码要比喝开水强多了 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将他击溃 想到一贫如洗的家境 再想想50万美金 他表示 除非身体不行了 否则他就会一直待在这里 不得不说 女人的毅力是真的强 希望接下来的几天 他能弄到食物吧 挑战进行到73天早上 乔丹昨晚不由想起了种种过往 本以为自己有那么多食物 早该赢了 却没料到狼欢接二连三偷走他的脂肪 算下来至少十几斤重 大约6万卡热量 体重不断下降 对他的心态影响很大 希望他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直升机的到来 意味着有人要退出了 乔丹和沃尼亚究竟谁先撑不下去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答案 只见沃尼亚站在雪地中泪流不止 今天是他的生日 身体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他想给自己一个温暖又食物的地方 算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希望以后的日子里 他能过得更加幸福 挑战进行到第77天 乔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获胜 仍然和往常一样去湖面上捕鱼 想不到鱼网上面竟然有条大狗鱼 而且这条鱼还是本季最大的 至少有十几斤重 看情况只能当特产带回家了 沃尼亚的推出还是比较明智的 此时此景必须背起上方宝剑来个自拍 回到营地 乔丹赶紧对上一锅鱼汤补补 直到医疗小组过来 吃鱼的嘴也没敢停下 多吃一点 待会上场时就能多一点分量 节目组不动声色给他做了健康体检 管事还问他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 乔丹解释说 他虽然瘦了很多 但他很健康 悄悄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乔丹给媳妇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给他展示了还没吃完的驼鹿和狼欢 不得不说 乔丹的实力确实有目共睹 赢下冠军拿到50万美金实质名归 除了第七季的罗兰能和他相媲美 感觉其他人在他面前都是小弟 荒野独居第六季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接着看荒野独居系列 还是换换口味讲点别的 评论区交给你们定 我是不公英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